台北市民行得不方便 还有一个民怨 这是最近有民众投诉的 说台北市府为了要盖所谓的花博景观公园 居然一口气涂掉了原山捷运站附近 将近两百个机车跟脚踏车的停车位 而且短期内没有任何的配套措施 让很多每天要骑车转搭捷运通勤的民众 非常的不方便 气得大骂 要转搭捷运先把机车停好 原本的机车阁怎么硬是被刮掉了 路旁还加化了红线 低头在一桥地上竟然还有个公告 原来台北市为了要配合花博 拿民众停车权益开刀 捷运原山站附近的机车脚踏车 通通不准停 整条路线上的规划配合花博 要整体的改造 希望这边也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比较小的展演空间 我们又没配套啊 我们在鼓励转程搭乘 那现在骑着脚踏车来到这边 那问题人家停哪去 供应处有说他们在基地范围会规划一个 大概六十几个的机车替代方案 但是在九月份的时候会成型 所以可能在这段期间的话 会有一个空窗期 目前已经撤除42个车位 剩下的152个机车和脚踏车停车格 即日起也要全都撤 偏偏另一头的停车场还在盖 最快也要九月才完工 民众好生气 难道这段空窗期 要大家天天搭计程车转捷运吗 没事先跟民众沟通 就擅自决定撤出将近两百个停车格 严重影响利用原山站转成的民众 难怪小市民要说 这样的手段实在太粗暴 民众希望和平配价台报道